第一年 亦都即是150年前 英軍登陸香港正式開支了在這裏的靜民統治 是啊 按著中國人的習慣 奉五和十的週年慶典一定會大肆慶祝 但是這次港府就低調處理 究竟這個日子對港府有什麽意義呢? 百年來香港又經歷過什麽變化呢? 在這裏同大家回顧一下 這裏是上環的水坑口街 街道兩旁 雙下臨立 家傳戶曉的大大地 隨著時代的變遷 已經變了一個商業中心 唯有水坑口街這個英文名 佔領國150年來都沒有變過 150年前即是1841年的1月26日 英軍就在這裏登陸 展開了英國的統治 佔領國這個名字就是這樣來的 上個月底是英國統治香港150週年 但是港府就沒有任何的官式紀念活動 上兩次的50和100週年 港府亦都用較低調的方式處理 兩次都是有人提過 既然這個是香港的建埠 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但是暫向中國人 就算是香港的華人 始終覺得是香港是中國的領導 但是給了英國人佔領 我們中國人雖然在這裏住 最多也是什麽的時候 都覺得不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 據知中國政府 譬如四一年國民黨的時期 亦都不想將這件事發展 甚至英國政府都不想 因為到底這是歷史上一件不愉快的事 不過當日多份報章 就有廣泛報道這個紀念性的日子 英國統治了香港差不多150年 一些老香港又有什麽看法呢 唯一這家當然是我們英國人好 英國人好 為什麼呢 好食好食 有錢給老人家洗 英遊給鄭方你住 那又好不好 那就算好了 我們英軍那些當然好 比我們中國人好 在香港言論自由 人權亦都自由 比起很多地方都是好一點的 他現在統治百多年了 由香港一個原本的兒春月發展到現在 現在這麽繁盛 在世界上都是算一個有名堂的地方名 香港是給了中國人一個比較自由的發展的環境 使得幾乎香港是很多歷史學家 就認為在華人社會裏面走向現代化最成功的地方 香港的環境 事實上在英國統治之下 再加上香港人的努力 使得香港由一個魚農業的社會 變成了一個世界重要的公貿和金融中心 可以說是經濟奇蹟 而港英政府的一些政策 亦都頗為香港人接受 好像廢除中國傳統的妹仔政策 就是其中之一 當時第八任港督軒尼斯 對妹仔的制度很反感 於是決定廢除 但是就被當時有勢力的人士反對 最後軒尼斯妥協 成立了補糧局 保護婦原免受欺壓 畢竟香港始終是殖民地 所以我們到處都可以見到 很多殖民地色彩的地方 在這裏面內 並且有深刻的地方 也少同心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裏面內 在這裡 我們在這裏面內 一大堂面 一大堂面 我們在那裏面 我們在這裏面 我們在這裏面 的地方 我們在這裏面 我們在那裏面 我們在這裏面 我們在這裏面 而一些只是外國人才有的特權 也曾經在香港出現過 1904年的時候有兩條山頂的法例 禁止中國人在700呎以上的地方起屋 包括各個山頂的地方 這些是很顯著法律上的白種人 或者非華人所能夠享受的特權 正如中大歷史系系主任吳博士所說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 將香港割讓給英國 是一段不光彩的歷史 而這百多年以來 香港亦都經歷過不少的巨變 其中最令老一代難忘的 首推在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 你走到街上 走到一兩條街又有一個屍屍 你走到一旁就躲到一旁 這些大腿被人割了肉 為甚麼呢?被人吃東西? 吃的當然是吃的 曾經為保衛香港而出生入死的退伍軍人 對當時的情景仍然是歷歷在目的 8日那天炸啟了機場 那時要mobilize 即是動員 我們立刻又派去我們所駐守的地點 在亞美洲那個第三炮隊底下 那個醫療缸那個站那裡 那時其他人都覺得都沒有正面接觸那些敵人了 因為四日後九龍新界淪陷了 然後他接著就攻打香港了 一隊日本人由赤柱大藤上岸 由黃宿坑去推進 那時 輪流派的人就看見甚麼人上車去撿死屍 待遇當然是呼喉喉喉 我都被他們找槍頭撞幾天 因為你撿東西撿得慢 那些日本人就不理你 就找槍頭撞你快水 即是烏鷹 還有那些血肉橫毛 那真的很肉酸 你怎能撿得下手呢? 怕的嘛 那些台上 你沒有辦法 都要又抽又成這樣 那麼被他們撞過 兜心那些 很多人就直接找些 直接撞腳 前傢伙 腳踢有的 我都被他們撞過一次 這個撞被他們撞損了 和平之後 香港在各方面都有穩定的發展 香港的面貌 跟以前相比 有天淵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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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不同 有天淵之悲 不是 有天淵之悲 有天淵之悲 轉到 衣浩 小 有天淵之悲 不過香港亦都經歷過不少令人難忘的歷史時刻 香港亦都經歷過不少令人難忘的歷史 隨著中英聯合風雲的簽譜 香港在1997年之後就會回歸中國 面對這個轉變 這班老人家都顯得有點無奈 我很擔心 我不覺得1997年後怎會有自由 我認為不會有 將來廣言自重 你有錢的可以移民 譬如我們倆移去哪路的人 迫我們家是這樣 可以拿居英權負擔 不就無謂你那邊又沒有屋 又沒有人又沒有錢 對 黃河大盜莊 想為我無謀 黃河大盜莊 人民的招勇 有個威術朋友 再硬帶你威嚇 請出不變名字 叫到我後 每次買賣隨我 到處去燜 董牡 Deutschland 好 黃河大盜莎 買歐 或錘